现年33岁的罗东高宫优秀校友赖贯者 经营不动产仲介事业有成回馈母校 捐出了100万元来协助学校体育发展 热爱棒球运动的罗东高宫校友赖贯者 现年33岁 两年前返乡回宜兰创业 经营不动产仲介事业有成 也不忘回馈母校 每个学期不仅捐款来救助贫困学子以外 今天更是捐出了100万元 作为运动校园发展训练基金 希望罗工的孩子在不同的领域 也可以发光发热 刚好因为我们的校长 是以前我们的机械科老师 对对对 这个应援机我就是说 那不是说我们多富有 只是说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 我们把我们可以的资源 去跟罗东高宫的孩子去做分享 我们希望可以在学校的棒球 橄榄球跟篮球这个区块 我们可以去琢磨 如果说这些孩子能够在罗东高宫这边 能够有一个长期的舞台 甚至可以延续到他将来的一个升学 那结合整个将来科大 或者是一些大专运校的相关科系 然后去做一个连结 那整个基础就从这边开始去打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一个计划 罗东高宫校长张以芳表示 这笔基金未来规划每年会动支20万元 来帮助橄榄球队篮球队以及棒球校队 作为出外比赛的相关费用 让选手可以安心参赛创造更好成绩 我们会把这100万元大概分年来执行 一年大概会有20万来赞助我们体育团队 我们体育团队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棒球队 我们在已经拿到全国二连霸 今年要争取三连霸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橄榄球 我们橄榄球在全国都得到第四名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篮球 在以类的篮球比赛是得到全国第七 那由于我们过去经费短缺 今天有了这些经费来赞助这些学生 那我相信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球队在全国的竞赛中会有更接触的表现 出外比赛要住宿还要一些善杂费 交通费等等比赛就可以无后顾之忧 罗东高宫棒球队下个礼拜将北上参加全国软式棒球赛 而杰出校友赖冠哲所捐的运动基金 刚好可以用在支援棒球队出赛以及训练 来争取三连霸的好成绩 而赖冠哲更把队棒球的爱用来扶持罗公孩子的运动路 也预言自己的棒球梦 依赖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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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